混亂中找秩序 第27日 奔灭的渴望 无尽的承诺 这个四传奇秘证最终的目的 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去远离 或者是解除许多事 为我们带来的负担和分心 而第二个就是一起去寻找和选择 耶稣对马尔大提及过的 更好的一份 要成功达到这两个目标 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我们内心 仍然保存着一份强烈的渴望 这份渴望 是由创造我们的天父 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是去帮助我们 找回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一个可以令我们回复真我 和让我们自由地发展的安居之所 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天父渴望我们成为的人 发挥埋藏在我们里面的潜力 活出天父想我们去活的精彩生命 这个渴望虽然不可以磨灭 但是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以致的消磨 对未来失去信心 和很多令我们分心的事等等 而逐渐被我们遗忘 或者甚至被埋没 无论我们在人生里面 哪一个阶段 身处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面对着人生什么的挑战 我们都不可以被这个渴望熄灭 因为这个渴望 最终是会带我们回归附加 我们经常听见很多人 在怀面过去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些人 或者是地点 又或者因为电影 而触景相情的时候就会说 唉 真是后悔那时候没有把握机会 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了 想补救当时所犯的缺失 都没可能 而在基督徒里面 我们就经常听到 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饱经岁月洗礼的人 说自己已经太老了 或者已经过了被天主所用的期限 而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回应 天主的召叫等等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慈悲天父的本性 就好像当子的比喻的父亲一样 天父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子女 不管他们在什么状况 处境或者阶段里面 都不能够阻止 天父去接纳这些子女回归父家 和成为自己爱的器具 这代表了天父对我们无尽爱情的承诺 这不单止是指那些得罪了天父 需要悔改回归的罪人 也包括了那些因为不同的原因 而错失了回应天父召唤的一众子女 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 我们可以履行天主对我们生命的召叫 已经是为时已晚 或者是已经错失了可以回应的机会 虽然我们可能真的错失了回应很多生命里面 当下的小职责的机会 但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天父 总是不会放弃再给机会我们 回应祂给我们生命的召叫 而我们是有整个生命的时间去将它实现的 所以一日我们未回归天家 那我们就一日可以回应和履行 天父对我们生命的旨意 虽然说生命里面某些任务是有时限的 但是我们个别终生的使命 就没有任何的期限了 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是这样写的 天主的恩赐和照选是决不会撤回的 除了天主不会改变初冲 撤回祂对我们的照选之外 祂也不会计较我们还有多少时日 可以切实执行因为这个照选 而委派给我们的任务 况且我们的授数和能力 不是都由天主所赐的吗 我们总不能为天主断定 我们究竟有多长命吧 天主如果愿意我们为祂做更多的贡献 祂自然就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岁月 和能力去完成我们在世的使命 到最终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天主 无论我们现在或曾经离开过祂有多远 只要我们一决定起床回到天父那里 我们就会发现天父是没有停过地等待 我们回到祂的身边 如果我们不放弃自己 天父也一定不会放弃我们 就算我们曾经犯过错而离开祂 只要我们怀着一火悔过的心 回到祂的身边 天父不但会重新确立我们做子女的身份 也会将为我们预留的福乐 和作为子女的产业 重新倾住在我们身上 请回想你生命里面 有没有一些因为错失回应天主的机会 而导致的遗憾 令你不断有自责和悔救的心 现在请你将这些遗憾奉献给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年纪比较大 怀疑自己缺乏能力 又或者因为其他原因 所以没有勇气和动力 去回应天主给你的召唤 现在请你投奔天主的怀抱 在天主的身上再次获得勇气和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天上的阿爸父 多谢你对我一直不离不弃 无论我曾经离开过你有多远 我有多沉醉在你以外的许多事上 对你有多冷漠 更加没有好好把握 回应你对我的召唤 有时更加对你不愁不睬 冷落了你 但是为什么你好像统统都不将这些东西 放在你心上呢 我惊叹你慈悲汪洋的广阔高深 竟然可以包容我对你一切的伤害 求你令我不要再次对你掩面不顾 我要切实回应你对我爱的呼唤 和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就是你的信心 阿爸父要再次对我爱的呼唤 我要再一次 我要再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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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